而位在宜蘭市民泉路二段上 有三棟国有财产署的旧宿舍 已经荒废许久 环境脏乱 施工所是已经编列经费 准备动工拆除建筑物 而且后续也会绿美化 整顿市容 国有财产署旧宿舍 已经闲置许久 环境脏乱 施工所有意进行整顿 近日内将动工拆除 这是国有材权宿舍 留下来捕捉下 这个方位已经超过十几年了 都没有人在输用 变成一个抵抗的西角 也影响附近的环境 所以我们跟国有材权宿来参照 得到他们的同意 由施工所编列预算 来把这三棟老旧的建筑物拆除 拆除之后 工所再来进行绿美化的一个工程 工所原本想作为商业用途 也想过要规划成停车场 但卡载是道路用地的问题 只能拆除美化 因为它在 它位于道路用地上 所以依照规定就是不能有商业行为 不能从事商业的一个买卖的一个生意 所以这个要解套 除非透过都市计划变更 市长表示 工所也有要将民权入二段拓宽的想法 在规划未成型之前 先把环境整顿好 再做后续整体规划 一来新闻记者黄竹汉 参谋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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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